那剛才您對過去八年國民黨的執政有一個您的看法 或者我們接著去談談您擔任國民黨黨主席之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麼比如說其實很多人不太明白 在這次的國民黨推選總統候選人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最初您作為黨主席沒有出來一早就參選 然後呢當立法院的副院長洪秀柱參選之後 又這個黨內又啟動一個程序 又把他的這個候選人資格參選人資格給取消 然後您又出來 就是這個好像讓大家都覺得 這個是是不是國民黨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呢 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呢 我不知道您怎麼看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說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因為國民黨過去的一個慣例好像都沒有經過一個完全的一個民主機制 那這一次呢本來一開始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在參選黨主席的時候因為我是已經選了新北市長的連任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當時就跟大家講我沒有辦法參選2016 那除非我會打破我的承諾 但我一直希望不要這樣做 那所以我就希望包括黨內的不管有志之士都來參與黨內的初選 那結果呢很多大家黨員所期待的沒有來 那洪副院長我相信他的勇氣都值得我們尊敬 然後他來參與了這一次的總統初選 然後他當然一個人他獲得了提名 但是提名之後呢我相信整個的過程就是整個黨內非常擔憂 或者是整個因為這是總統大選加上立委選舉 然後大家對於整個的選情非常不看好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總是我們黨還是一個民主的機制 所以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由代表們眾同去決定要怎麼做 那最後我是在一個多月前被臨時黨徵召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也很抱歉我必須第一個要對洪副院長表示抱歉 那他的犧牲他的努力我們都是肯定 那第二個呢當然就很遺憾的 我原來對市民的承諾就必須我違反承諾 這是我一個我最不願意見到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知道如果我沒有站出來的話 那今天可能國民黨在面對2016的選舉 尤其我們不是只有總統大選還有立法委員選舉 我們就是要一個全方位的作戰 那今天我在一個全方位的作戰 尤其是讓民眾有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 這個選擇包括我們對兩岸關係的選擇 對經濟未來的選擇對社會一些重要政策的選擇的時候 那就失去了一個選擇的機會 所以我就希望讓我們現在讓民眾做出一個選擇 雖然這一個多月啊大家還沒有完全看出這樣的成果 但是我必須要說經過我從臺灣 北部走到南部東部走到西部再到海外到美國去訪問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逐漸的各地方的大家的士氣逐漸找回來 然後我們希望在最後的階段大家凝聚共識以後把票投出來 這就是我努力的一個目標 您說國民黨黨內這個士氣呢 就已經還可以說是凝聚了您認為 但是我們 逐漸 逐漸 但是我們看從民調來看 似乎好久沒有反映出來 這種樂觀的您剛才的評價 比如說我們看到您現在得到的這個民調的支持率 其實跟這個洪秀柱副院長之前拿到的民調相差無幾 甚至最近有幾個民調 您更可能低於他當時的這個民調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從外界來看 從黨外來看的話 似乎讓人感覺有種得不償失 因為你做了這個舉動 沒有得到 就是從公眾來說沒有得到那個效果 反而給人一種印象 國民黨內部很分裂 甚至呢領導不力 那麼您作為黨主席的可能還會因此呢 會被指責和批評 您覺得這個是不是也反映了 在決策當中有些失誤或者有些問題呢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 說在國民黨的這個決策的過程當中 最後我們還是從整體面來看 因為我已經強調一件事情 這個整體面不是只在總統大選 第二個還在我們各地立法委員的選舉 因為立法委員這個國會的選舉 影響台灣未來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這個上個禮拜 已經完全完整的一個登記 那國民黨在各地的每一個選區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現在也非常努力全力的在拼戰當中 那第二個呢 總統大選的部分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民調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您看到的可能是部分的 而實際上我們知道很多的所謂未決定的 它的因素是什麼 我們會去把它分析出來 最後我們相信在選舉的最後的階段 它就會呈現在選票當中 那麼當然除了這個換柱 所謂這個風波之外呢 我也注意到這幾天 其實台灣的媒體 似乎都在關注您親自挑選的 這個競選的大黨 副總統候選人王如雪 那麼現在這種爭議 我不知道 我相信您才挑選它之前 一定是有很多的考量 才選它 而且一定也做了很多功課 那麼現在它所引起的爭議 您是不是覺得有些功課沒有做足呢 還是說甚至有些後悔 或者甚至有沒有考慮要更替它呢 法律上不可能有任何更替了 那第二個我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王如雪律師 王如雪女士 她是一個公益的律師 人權的律師 她二十幾年在民間的時候 她從事婦女運動 還有保護弱勢 照顧這些很多的勞工 她所做的努力是非常受到 社會大眾的肯定 那在現在講起來 在七年半以前 在七年半以前 2008年的時候 她就被邀請成為勞委會的主任委員 那做了四年半 那她對勞工的貢獻 包括尤其是我們勞保年金 或者是勞工的一些權益的貢獻 是受到肯定的 所以在她答應我之前 我相信大家都對她是很肯定的 可是台灣的政治文化很喜歡從負面的攻擊 那她成為候選人之後 民進黨第一天就開始攻擊所謂的 她曾經購買過 我們講是眷村軍人 眷村改建後的房子 其實那個改建後的房子 這件事情呢 她在擔任老委會主委的時候 就有被檢舉調查過 那當時我們有監察院 我們的監察院不論是調查的結果 都非常清楚的講說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也沒有明顯道德的瑕疵 所以這個是個經過調查過的事情 但是呢台灣選舉就可以把你無限上綱 就把它變成一個負面的 把它攻擊成好像它是變成很不堪的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想說她從登記的第一天 把她所有的財產都已經全部公佈了 那這些法律的調查或者監察院的調查 都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結果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用負面選舉的一個方式 其實它其目的 我想民進黨其目的就是希望 讓社會大眾完全不會去看到 王如賢女士 王如賢律師 曾經為婦女運動所做的努力 曾經為勞工所做的努力 曾經為弱勢做的努力 就把這段時間全部糾纏在負面的選戰當中 那我們知道全世界的民主很多國家的選舉都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負面 但是很可惜了 從我第一天被徵召 民進黨就打我負面選舉打了一個月左右 然後再到王如賢女士又打了半個月的左右 所以這一個半月幾乎每一天都糾纏在負面的選舉當中 如果照您這麼說的話 其實王如賢現在所面對的一種攻擊也好 您覺得他是冤枉的 或是就是不應該受到的委屈嗎 我應該這樣講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分幾個層次 他在擔任公職之後 因為我們所謂公職就是你從事公眾的這些職務 是2008年那曾經擔任過四年半 那之後一直到今天我們算他有出來參選 這個是受到我們更嚴格的一個檢驗 那現在如果要去談15年前 18年前 20年前 他是一般社會人士 你用這麼高的現在要擔任副總統的標準 去檢測一個人 是我覺得這是有點等於是超乎人情了 那我們應該用比較合理客觀的看 為什麼那時候他曾經被檢舉過 那監察院監察委員也做了調查 調查的結果結論就很清楚 第一個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也沒有明顯的道德瑕疵 那我想這個就是結論 那麼說到這裡我想跟您提一提 其實在這次專訪您之前 我們在BBC的中文網和BBC的臉書帳戶 也邀請很多的網友讀者來提問 那麼現在我想選幾個問題 那麼這些網友的提問來讓您來回答一下 那其中其實有幾個網友都問您有關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誠信的問題 比如說有網友提到說您在 剛才其實也提到在多額公職都沒有做完 那麼比如在桃園這個縣長做到一半就去做這個行政院的副院長 然後在行政院副院長的這個任內也沒做多久 然後後來又去選新北市長 那現在又在這個新北市長在第二任的時候 那現在又出來選這個總統 當然您現在是代職沒有這個辭職 那麼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是不是在這個您對選民的承諾上這個誠信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您怎麼去回應這個問題 好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擔任桃園縣長我不是裝作一半 我是兩任八年我做了七年九個月 最後的已經在改選期間的三個月 當時因為發生金融海嘯 發生了八八風災 我們是大的颱風 那時候內閣改組剩三個月 那當時已經在改選了 已經在改選了 那我們就是我之前曾經有受邀去擔任過行政院的相關的工作的時候 我都不考慮 那到了最後了 我們就說OK 那這個時候為了要解決 國家碰到的一些問題 我就去行政院擔任副院長 那第二個大家知道擔任副院長 是沒有規定的任期他是政務官 那政務官也有人做三個月 也有人做五個月也有人做半年 我大概等到這個隔年的隔年的五月 那當然國民黨希望我參選新北市長 那個是另外一個階段了 我就死掉副格魁副院長來參選市長 那我也跟市民說過 我這一次非常抱歉 這一次是真的是非常抱歉 因為我的確一再希望我不要來參選2016的這一次的選舉 再碰到一個這樣的一個不得不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第一個當然國民黨內碰到一些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們必須要給台灣的民主做出一個選擇 讓民眾覺得說我們今天到底在兩岸關係的選擇上面 在經濟的發展上面在社會的安定上面 要有一個等於是兩個強力的候選人或者政黨 讓民眾做出一個抉擇 這才是我最後做出的一個決定 但是我必須還是要跟我的市民們表示抱歉 那麼還有一位是來自於台灣的網友叫翁萬青 那他在BBC中文網的臉書上留言說 他想問朱主席 您有沒有想過如何改革國民黨 因為現在您是黨主席 其實我從擔任黨主席的第一天 我就開始改革我們的國民黨 當然時間只有十個月 你要改沒有辦法這麼快 第一個我今天看到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正在錄影的國民黨的智庫 原來他是一個等於是從一開始設立 就沒有世代交替沒有更新的 從我就任的開始就全部更新 讓很多年輕的專業的學者能夠參與 第二個我舉例子來講 整個黨的組織改為由下而上 然後讓很多的公職人員 就是民選的公職人員 成為黨部的負責人 而不是專業的黨工成為黨的負責人 而第三個我也讓我們的青年 青年團真正的活化起來 讓很多的年輕人可以參與黨的一些工作 然後我這一次提名的立法委員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非常多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的年輕人 大家不一定認為他這次可以當選 但是我們要讓他有機會開始培育這些年輕人 他來參與他來接受這些選舉的洗禮 那最後一點我想大家很多人也曾經很關心國民黨的黨產 我把所有有爭議 包括以前民進黨在執政時候的這些爭議性的 他調查出來的不管是行政院調查出來的 監察院的報告調查出來的 或者是法院認為有問題的 我們全部都歸還 這個也是我對國民黨黨的一個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塊 你說到這個國民黨的黨產 你覺得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臺灣的民眾滿意了嗎 在政治的渲染之下不可能解決 因為現在國民黨的主要的黨產其實很清楚 就是辦公室辦公大樓 那不是早期他們渲染的好像富可敵國或者很多財產 那現在我們都每一季 我們都把我們的數字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也是包括我們的中央黨部 包括我們的智庫 包括我們的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這些地方黨部 這些辦公室辦公大樓 是我們國民黨自己購買的 自己蓋的 這個都是合法的 這才是時候知道我們來佔提供的 以及因為我們很多人在哪裡 既然在跟中共移動的 這才是事情 其實這裡有回應交換部 因為這才是時候 也就是因為人家的 沒有人在玩家 如果我們到裏面 所以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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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所以裡面有兩個人